柯文哲是个很奇怪的 一般来说别人提的好意见 他都会先反 比如像中山头捷运 坦白讲中山头是个生活圈 台中现在太拥挤了 台湾大道一直在塞车 你如果能够让他生活圈扩大 也有助兼换整个台中的生存压力 柯文哲反对 我不要捷运 内湖交通 我自己就有感觉真的有改善 我不是这么一定要逢民国民党必反 有就有就没有 没有就没有 他要骂蒋湾 骂蒋湾说比他笨 然后比他懒 好你这样骂我就算 你就提出什么好计划 就这样提说 进来后全部都要收费 你是内湖的民意代表 你要不要支持这件事 我跟你说柯文哲 自从我从去年选市议员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内湖的交通 内科的交通 我们跟内科发展里面的公司开会 然后还去 我前几天在做一件事 我特地从基隆河开船 我就是想知道 开船有没有办法开进内科 你知道连我一个还没有选上的人 我都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可是柯文哲提出来的东西 第一个他做的最大的措施 是他到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公开的说了 内湖的交通没救了 他讲了那句话之后 其实很多民意代表 都用他那句话来作为借口 说反正他市长都说没救 我们不用再处理了 可是内科的问题是这样 里面有6000加7 总共有13万的上下班人口 目前只有4万个人 是搭大众运输 也就是说非常多人 是开车骑车的状况 我问你 你一个人开汽车 跟一个人骑机车 哪一个比较占空间 当然是开车 当然是开车 所以你柯文哲去找机车开刀 要干嘛 你知道为什么 他找机车开刀吗 因为他就是内建 那种骑士的思想 他之前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为了要蹭年轻人的选票 他曾经拍过一张照片 就是他被一个人骑机车载 他在后面 然后还说他阿伯 骑车好萌 阿伯好清明 阿伯还去坐摩托车 你为了这种事情 蹭年轻人选票 问题是你自己内建 根本就是看不起骑机车的人 你认为骑机车的人 他们又无权无事 他们就是建民嘛 所以他自己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提出非常多这种 杯葛或者是压缩机车族 生存空间的事情 内科非常多人开车上下班 其实他们是因为生活所需 他没办法 如果我有办法吹着冷气 骑开车 我当然也喜欢 但没办法 他们一定要骑着机车上下班 那他一方面用这个说 骑机车比较危险 就是伤亡很多啊 什么这样子的原因 要让大家不要骑机车 问题是他用的方法是施压 不是疏通 他没有来去建造一个 更好的机车族的生活空间 他如果是要用这种加税 或者是压缩大家空间的方式 来去做政策引导的话 像他这种人 我觉得他一路以来提出的 就是这种 阶级的歧视跟威权思考 其实内虎是真的 大众交易问题是真的比较难啊 我坦白讲 我像我们在三里露营 三里旁边就没有捷运站啊 对啊 我要怎么坐捷运到三里 我真的没办法坐啊 我跟你说 就像刚刚创下跟 五分钟坐计程车 太远了 从那个内虎站走 没有就像创下跟市场走过来 就像创下跟刚刚讲的 他其实6%到13% 有一点点改善 我们就已经有感觉了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 不是说一刀毙命 你盖一个什么路就完全解决 不是 是要从各个方法 你比方说公车增加班次 或者是之前 其实有跟台湾大车队 讨论过共乘的方式 用那种智慧型的APP 来去做共乘的APP 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都因为台北市政府 在柯文哲时期 并没有大力的去推广 也不愿意补助 所以没有人民间企业愿意 然后蒋万恩上任之后 其实他说真的 他真的比柯文哲好一点 因为他一上任 他就开了非常多内湖的 这个交通方案的研讨会 其实是李四川 没有 其实是李四川 其实是李四川 他还有开那个蓝色公路 所以我们才会去坐船 所以感觉到 他是有积极要处理这件事情的 那我自己觉得那一科的交通问题 就像我刚刚说的 没有一刀必命的解放 但是你要从共乘 从公车 从接下来的捷运 这些小小的方式 一点一点改善 他才会慢慢疏通 对 非常谢谢这个心带分析 我们在座各位所有人 都算是内湖生活圈的人 所以谈到内湖交通 我们特别有感 所以柯文哲 我今天修理你一下 也是刚好而已 我今天就会这种情节骨